大家好 我是翟軒 財經大白話YouTube頻道 你訂閱了嗎 趕快按下右下角的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賺大錢 歡迎回來財經大白話 問應插播一則最新的國際消息 日本的武漢肺炎確診人數 已經上升到了23人 另外百目打擊的 郵輪鑽石公主號上 也有10人受到感染 預計送往醫院 但目前官方還沒有把這10人 算進日本的確診人數當中 日本媒體指出 船上除了染病的10人 陸續送醫之外 其他的船員和旅客 也將在船上隔離兩週 才能夠下船 另一方面我們來關心 這個杭州的台人 在大陸武漢肺炎 確認病例突破兩萬之後 中國大陸已經有 二十七個城市封城 就連浙江 杭州也受到波及 在不得開工的情況下 包含了鴻海的子公司 還有育龍都受到影響 杭州某社區出動無人機 廣播強力放送 因為當地政府寄出最嚴格禁令 所有村莊社區和企業 全都得實行封閉式管理 就連高速公路主入口也都嚴密防控 罪嚴禁令一出 杭州形同封城 所有的感染的人和與感染的人 密切接觸的人 還得要繼續的查找 防疫像打仗 但為什麼要封城 從1月23號重災區武漢率先發難 接著湖北13個城市陸續宣布封城 光在這個省份就有超過300人 死於新型冠狀病毒 直到2月2號 有著小武漢之稱的溫州也跟進 因為這裡正是湖北以外的最嚴重疫區 不到兩天後 杭州也進入半封城狀態 浙江形勢險峻 杭州變成第三個武漢 口罩不用說買不到 超市物資還算齊全 但是冷冷清清空蕩蕩 應該是屬於就是一個比較非常深心嘛 那配合地方政府的那個政策 我從來本時候開車嘛 然後就都上車很少 就都不會塞車 目前在杭州的台灣企業約有900多家 其中包括鴻海集團旗下的子公司 現在封城不得開工 產線預料也會受到影響 當地台商持續觀望 就沒想到封城這把火 竟然從700多公里外的武漢 燒到杭州 武漢肺炎的疫情持續蔓延 昨天包含了杭州 鄭州都接連封城 特別是杭州這邊台商有900多家 鄭州這邊則是鴻海富士康 iPhone的組裝廠所在地 對於台灣的產業影響鏈 到底有多大呢 我們先來歡迎今天加入討論的來賓 資深分析師邱敏寬 資深分析師陳維泰 還有財經專家黃世聰 首先我們先來關注說 現在大陸封城的情況 到底是如何呢 在我旁邊這個表格 我們可以看出來 現在大陸其實接連封城 是從1月23號 這小年夜時候就開始 到1月24 1月25 接連封了非常多的城市 主要是聚集在湖北這個地方 但是昨天一天之內 是封了九個城市 特別是像我們矚目到的 這個杭州市 或者是像南京市 林夷市 甚至是說我們剛剛講到的鄭州 其實都是在昨天一天之內 這幾個主要城市 特別是產業鏈聚集的城市 都受到了影響 我們就接著來看下一張圖表 下一張圖表我們可以看得出來說 現在在這個杭州這個地方 其實對於我們大家的影響 是非常的大 因為杭州其實也是一個歷史非常悠久 有一個歷史典故的一些城市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其實在這個地方是主要是在這個東南沿海 非常重要的一個交通樞紐 還有兩千兩百年的悠久歷史 特別是在這個浙江省的省會所在地 也許也是這個長江三角洲的 第二大經濟城市 是中國東南重要的經濟樞紐之外 也是這個文化 還有這包含經濟物流 還有金融的重要樞紐 接著我們來看這個下面這個地方 他說到其實杭州也被譽為是 中國東南的第一州 他特別美的這個風景 還被譽為說上有天堂 下有蘇航 所以看得出來很多人都會去到 這個杭州這個地方來觀光 每年的觀光人次是多達了兩千萬人 在這個地方杭州 他本身是有六百多萬的人口 但是很多觀光客會去到這邊 要買名產 買什麼樣的名產 就是包含了這個杭州絲綢 以及這個龍警察 是大家特別會去的 這首先我們來請教一下寬哥 杭州是這麼重要的一個位置 是大家觀光 甚至是經濟的一個脈動 特別是我們看到這邊圖表 又是一個東南沿海這邊 第二大的經濟城市 杭州的封城會對於我們的經濟 造成怎麼樣的後續影響 先來跟各位報告一件事情 目前中國的一個封城的一個狀況 其實我們仔細去觀察 我們不希望疫情做一個 太大規模的一個整個蔓延 但是目前對於各大地方官來說的話 他們過去 他們在平和考基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用GDP 你這個省份 這個城市 GDP成長多少 成為你的地方官 考核的一個重點 而近期的一個考核正點 可能會成為說 你到底你這個城市當中 多少人去感染到疾病 而後面的一個死亡的人數是多少 我認為應該是這個因素 才會讓封城的架構會搞得這麼大 不然我們仔細來想一想 中國目前來看的話 這個叫做新型冠狀病毒 跟美國的流感一比的話 其實目前數據也還好 目前為什麼要去討論到 整個杭州這一塊 因為杭州剛好在整個長三角當中 居於中間的一個位置 中間的一個位置當中的話 他的台商特別多 目前以台商來說的話 誰在整個杭州投資最多 國內的育龍集團投資最大 投資的金額高達95億元左右 然後後面的一個部分的話 包括了華新立華集團 包括了鴻海集團 因為杭州是居於 長三角的中心點 所以他們在於民生用品 這一塊的話走得非常非常好 過去的主航 主傳統產業 包括了紡織 包括了食品 他們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地方 所以各大廠 包括了統一 包括了衛權 那為什麼 因為長三角的中心點 變成說在貨運的過程當中 第一個他們有一個 所謂的方便的交通點 然後再來他在中間很多人來 其實他的天氣也都非常非常好 過去就有一句話 上有天堂 下有蘇航 而目前來看的話 因為過去阿里巴巴的一個關係 杭州成為了所謂的中國矽谷 這個是最重要的 目前高科技區 幾乎全中國的新科技 全部都展在這一區 所以杭州封城 請跟各位報告這個很重要 目前是比較麻煩是不知道時間 目前湖北我們在期待2月14 杭州剛封 他會怎麼封 封到什麼時候 哪一種策略的封 交通的狀況要怎麼走 我們持續都要來看 但是短線 對台商的影響 是勢必一定會有的 杭州其實又被稱為說是 東南的第一州 他這一回的確診人數 現在是已經來到了118例 這樣的數字 接著我們來請教石聰哥 就從剛剛我們這樣子的分析來看 其實杭州對於旅遊 對於經濟 甚至是交通的樞紐脈動 其實對於經濟層面的重擊 可能是超乎我們想像的 對吧 杭州的話 它是中國到排行第10的 這個GDP的城市 它比武漢還要略為第一名 當然這個杭州 目前主要的產業主要還是一些 包括說像這個高科技的產業 包括我剛才敏官提到了 因為杭州是細股之 這個中國細股 它很多都是跟這個 所謂的電子商務 是有比較大的關係 包括說有汽車 部分的汽車產業 還有部分的食品產業 在杭州算都是大的公司 但是其實 台灣在杭州投資的 並不算是很多 台灣在那邊投資的 大概20多億美金而已 並不算多 所以台商受到衝擊 其實杭州並不是很重要的一個城市 但是反而是往北一點點 因為杭州往北的話 它距離大概150公里之內 有兩個另外重大的城市 一個城市叫做蘇州 另外一個城市叫做昆山 這兩個城市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蘇州約末2500家台商 昆山有2500家台商 兩間都各自有2500家台商 在這邊的台幹跟台商 加起來至少有10萬人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才是最重要的 萬一如果從 因為現在的封城的層數是越來越高 像在這個 我們知道這一次的蘇州跟昆山 以北了 南京也封了 所以現在是在昆山跟蘇州 中間的北邊跟南邊 各有重大城市封城 所以中間的蘇州跟昆山 會不會被封城 我覺得這是下個階段非常重要 因為在這邊的台商 真的就非常多 如果真的這兩個城市 被波及來說的話 我覺得影響會比較大 杭州來說 我覺得對台灣的衝擊 除了部分的產業包括說像 像部分像台灣的玉龍集團之外 其實其他影響其實是並沒有太大 維泰哥你怎麼看 好 其實像我昨天有提到就是說 其實人員的管理 接下來管理方面的問題 可能會是一個重要的一個觀察點 為什麼 因為其實雖然說大家信誓旦旦說 2月10號或2月14號 要去做一個開工的動作 或者是你復工之後 有沒有人 有沒有工人去上班 所以變成說這個開工只是一個形式 到底有沒有辦法 有真正的產能出來 我覺得後面也必須要去做一個 觀察的一個東西 像我有些朋友 他們也就是台幹的家庭 可能家裡面的爸爸 要去中國大陸的時候 我就跟他們的媽媽聊天說 你的心裡面應該很煎熬 他就說都已經有打算 要領保險金的準備 那他講的是有點開玩笑 可是事實上 我看到他們的爸爸要出國 他們就說他怎麼要帶 三大箱東西去 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能回來 第一箱可能就是這種所謂衣物 可能要待很久 那第二個就是說 整個防疫的物品 因為他們中國大陸可能買不到 所以包括口罩 酒精 那些什麼都自己帶去 第三個才是一些所謂 要上班要用的東西 所以其實我想接下來 大家所關注到就是 除了開工的訊息之外 他復工的情況到底有多少percentage 這個是後面必須要去特別做觀察的中心 接著我們來請教寬哥 因為根據台協的估計 目前杭州投資的台商有900多家 而且會員是超過了400多 佔了將近一半 現在因為這個武漢疫情 杭州是全市實施這個封閉式的管理 現在消息傳回台灣 很多像比方像是杭州設廠的 鴻海集團 玉龍集團 據說會受到比較嚴重的影響 大概會有哪些呢 目前在杭州的一個部分的話 投資最多最大是玉龍集團 第二大的話是華新立華集團 第三大的部分的話是鴻海集團 目前杭州的台商 總共投資有900多家 總投資的一個金額 是大概23.66億美元 折合台幣的話 大概在700億元左右 雖然說沒有昆山 沒有蘇州那麼大 但是很多的傳產業 都在這個地方 目前杭州市政府的話 他們已經宣布了 他們包括了村莊小區單位 可能我們台灣人會比較難懂 什麼叫做村莊小區單位 中國他們的居住是一區一區的 一區一區的過程當中 先跟各位報告 這一區跟另外一區彼此不相連 他們就是很多的區 特別是在整個東南沿海這一帶 這是一個非常特別的 所以為什麼會有之前的外送哥 因為他們之前就是 會有很多的外送哥 專對證明你們這一區 送飲料 送生活用品等等的 中國大陸有很多生活習慣 跟我們不同的 目前你說600多萬人 感染了118例 這樣子來封城 為什麼 其實主要是怕什麼 怕傳染 而目前來看的話 目前長居在整個杭州的台灣人 大概有3000人到5000人左右 很多人都說數據為什麼這麼大 台商其實他們的生活標準都 因為台商就比較有錢 他們小朋友大了之後 都會出國去讀書 這個是非常大的一個重點 而目前台商協會的部分 的過當中的話我們可以發現 台商大概有900多家 然後台協會大概有400多家 好 我們來看 目前的整個杭州富士康 的一個部分的話 包括了統合電子跟宏訊電子的部分 營收都有到10億元以上 這個是鴻海的一個轉投資 鴻海在杭州的一個投資 大概排到第三 目前味全 杭州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食品的一個產區 所以包括了統一 包括了味全 投資都非常非常多 目前味全的杭州廠 已經開始復工了 玉龍集團要注意 因為玉龍集團要等到2月10號 才要開工 而永章機店跟玉龍集團 是隸屬於上游跟下游 其實是母子公司 那兩邊的部分的話 現在都在等開工的數據 但是剛才其實我們有發現到 我們在第一段有跟各位報告 韓國的一個部分 都已經說了 一來也缺料 然後再來 可能後面他的整個 所謂的民生消費會往下跌 如果賭場他也不開門 大家也不看電影 你說大家會買車嗎 這個其實有考慮的一個空間 所以目前這一波來做觀察 我們一直有跟各位談 很多的數據都還在等 我們目前就靜觀 未來的杭州要怎麼走 但是這一波 對於民生消費這一塊 汽車生產這一塊 一定會有影響 對 就根據這個經濟部的說法 其實台商在杭州的投資 總共有495件 金額大約是23.66億的美元 台商在杭州的投資 主要是機械製造 還有電力設備製造 不動產 還有紡織 食品 電子 杭州這次的封城的話 對於台商將會受到哪些波及 我們再接著請教石聰哥 對 我覺得對台商來說的話 目前很多投資公司在那個地方 譬如說你可以看到 常駐 我們可以講 常駐在杭州大概3000到5000人 我們再給大家看下一張 對杭州的影響比較大 其實是在杭州本身的 中國大陸重大的產業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在杭州有 主要有四大這個經濟 國家級的經濟開發區 還有一個國家的新高區 這四個 我們可以看到 杭州經濟科技開發區的話 它總量大概約是900億人民幣左右 蕭山是1632億 漁航是大概1411億 富洋大概是697億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杭州國家高薪的 這個科技園區的開發區 它整個權勢來說的話 它的總GDP產值是1.5兆人民幣左右 它去年的YOY的成長 是大概6.8個% 我們如果看到 如果以人均來說 其實杭州是中國大陸 人均非常高的一個城市 它的人均是15.2萬 如果換算成這個美金的話 大概是2.1萬左右 台灣也才2.5萬 所以它跟台灣的差距 其實是沒有那麼大的 另外一個 杭州其實比較重要的是 它有非常多 Local中國大陸的大型企業 第一個包括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在這個地方 可以說是撐起了 整個杭州最重要的經濟產值 除了阿里巴巴的電商之外 包括說它的這個 中國大陸的快遞 中國大陸很多這個 包括淘寶網 支付寶 幾乎都在這邊誕生的 所以它是中國大陸 非常重要一個電子商務的城市 另外一個吉利汽車 吉利汽車可能台灣人比較不了解 它其實是中國大陸 數一數二的民營企業的 這個汽車公司 它的創辦人李舒福 之前甚至還反向併購了 Volvo的汽車 Volvo汽車現在是它的轉投資公司 另外包括海康威視 海康威視來說 大家都以為說它是深圳公司 其實它的總部是在杭州 另外包括說像這個 中慶後的娃哈哈 還有這個農夫三拳 如果大家最近有看 很多國際比賽的時候 其實它都有贊助 另外一個 綠城企業還有廣夏集團 它其實是數一數二的 中國大陸的地產公司 另外一個 我不知道這個商 從以前到現在為止 他們就是非常會做所謂金融投資 所以包括說像浙商銀行 還有杭州銀行 都是數一數二的 另外一個華策 因為我們知道說 其實恆電本身也在浙江附近 所以它也是 中國大陸最大的民館的 電視劇的片場 所以杭州其實對中國大陸的影響 是相當相當大 甚至因為阿里巴巴 其實我們都說 其實每一次的重大疫情 也是下一次機會的開始 為什麼這樣講 大家如果知道 阿里巴巴它從什麼時候崛起 它剛好也就是 阿里巴巴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叫做5月10號 叫做阿里日 什麼叫阿里日 因為當時其實阿里巴巴所有員工 全部都被隔離 被隔離的過程中間 他們從5月4號開始 2003年的5月4號開始被隔離之後 隔離在那個時間點 馬雲說我們絕對不能夠斷電 所以他們在要被隔離之前 所有員工都已經回家接上網路 全部大家可以視訊連線 甚至在無聊的時候 他們在被封城 被隔離的狀況之下 他們想出了淘寶 淘寶就是5月10號誕生 他是在SARS中間誕生的 所以我們來說 其實每一次的疫情中間 也會有機會 伴隨著機會 我們就看說中國 都要如何度過這一次的疫情了 對 除了杭州之外 我們也很關注說 昨天也封城了鄭州 因為昨天這個鄭州 也是臨時宣布 政府是宣布說這個轄區內的機關 還有企業 還有社區 都要進行封閉式的管理 特別是對我們的影響 就是鴻海是在那邊 他鄭州組裝廠 距離這個肺炎爆發的源頭 武漢市其實只有五百公里左右的 這個距離 根據這個IDC的資料 顯示說 河南其實佔了這個 大陸智慧型手機四分之一的出口 特別是這個富士康的貢獻 是高達了百分之六十 那是不是換句話說 鄭州封城 這根本就會衝擊到我們的 這個鴻海 甚至是iPhone的供應鏈 對 事實上昨天宣布 這個鄭州封閉式管理的時候 其實全世界的財經人士 都嚇了一跳 但是如果以股市來看法 似乎是沒有那麼擔心 我們如果講這個鄭州這個廠好了 這個鄭州這個廠 就是郭台銘董事長 跟當地的政府的 非常大力去灌注的一個城市 他原本這個地方是生產 譬如說包括當地的農產品 他們完全把它剷除之後 成立了一個工廠 所以等於是說 這是一個算是一個從無到有 建設的一個蘋果城 他目前他最大產能 一天大概是可以做到 50萬支手機 50萬支其中最重要的 蘋果最先進的手機 都在這邊製造 所以他等於會影響 他如果復工的時間 會影響的話 會影響到 蘋果最新手機的製造 根據郭台銘董事長的說法 他們現在鴻海的說法 是希望能夠2月10號能夠開工 但是如同剛才大家講到的 2月10號能不能開工 大家已經是個問題 但是因為鴻海 因為根據目前中國大陸 他們官方的說法是 他們都希望你2月10號開工 為什麼要2月10號開工 你開了工之後 這個公司就可以付給人民錢 所以他是希望說能夠開工 開工日還是照定 但是能不能開工到多少比例 那你自己公司決定 也就是說你要自己管理 所以這個對鴻海來說 他是希望2月10號能夠順利開工 但是能不能開工 大家不知道 好 那講到鄭州 其實鄭州是個非常有意思的城市 它其實比武漢更接近中原地區 所以它是中原地區的 大陸的心臟地帶 其實如果講到鄭州的話 我們講到台灣在那個地方 是發展得非常快速的 台灣有一個生意人非常有名 叫王任生 大家可能對他不清楚 但是如果你去鄭州 你只要說王任生 大家全部都是認識 因為他是鄭州最大百貨公司 是丹尼斯百貨的創辦人 他到底是多有錢 什麼狀況 現在我們台灣的地堡裡面 最多戶的 除了他 除了這個擁有者的 包括說像這個衛家之外 他就是最大的家族 而且他現金多到什麼程度 他已經有六 七間房子 他有一天有錢的時候 他還跟這個遇到林玉林 就說林玉林 你們現在還有沒有空的地堡 林玉林跟他說有 他說我要買 他馬上就現金就買下 所以其實鄭州跟台灣的關係 其實是非常非常緊密的 除了富士康之外 還有王任生 當然除了這些之外 你可以看到鄭州他這幾年 也開始在打造 他的新型的製造業體系 包括說什麼 電子性行業 除了富士康之外 格力電器 董明珠他也在那邊去設了 包括說海爾電器 他們也在那邊去設廠 包括中國移動都在那邊去設廠 但是其實他這幾年 是往交通發展 因為如果你看鄭州的 他的地形來說的話 其實他是 我們如果過去有念兩條最大的鐵路 一個叫做金廣鐵路 一個叫龍海鐵路 他就在那邊交會點 所以他的交通是非常好的 他其實在整個大陸的空運 或是整個陸運來說 他的運量其實始終都是數一數二的 但他在那個地方 現在有非常多 包括中國大陸本身 還有外籍企業 到那邊去設這個汽車工業 但是他目前的汽車產業 他其實並沒有像武漢那麼多 武漢一年大概可以生產200萬輛 他現在最大最大生產量 就是60萬輛左右 但是這是他未來一個非常重要的產業 另外一個就是新材料業 因為他準備 因為我剛才講到 他是一個航空城 所以他其實是 大陸第一個叫做 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 其實類似有一點 類似我們桃園航空城 這樣的概念 所以你可以想 包括說像波音 很多國際的航空業 都到那邊去投資 所以我才說 其實鄭州這次的封城 對台灣影響最大的 恐怕就是兩個人 一個是郭台銘董事長 一個是王任生先生 另外一個 當然因為紅海的出貨量減少的話 當然會波及到 全部台灣的蘋果供應鏈 但是後續能不能2月10號開工 這其實是大家就等2月10號 具體的情形 對 同樣問題我們也請教寬哥 因為鄭州被稱為是矽谷 但是中國的矽谷 已經是往這種科技業來發展 他現在鄭州封城了 對於我們台系的供應鏈 是不是也會造成一些衝擊 目前來看的話 當然是會產生衝擊 目前衝擊的過程當中就是衝擊來了 我們要怎麼去應對 目前對於紅海來說的話就是 紅海他們目前有兩大生產據點 一個是在鄭州 另外一個部分的話就是在廣東 廣東其實之前他們是因為 廣東不容易招工 所以慢慢的他們把整個很多的人員 器材往內部去做移動 其實有很多的事情 是有它的來龍去脈的 過去的NV的產線也是 NV的產線過去最大的一個產能 在廣東跟在上海這一塊 後面因為在整個沿海地區 第一個 中國的一個 整個社保基金往上走 然後再來 其實架構的部分的話 也不太容易請到人 所以才開始往重慶去走 目前以矽谷來說的話 中國目前來看的話 其實它的真正在高科技這一塊的話 其實還差全世界的真正的主流 還有一定的一個距離 所以你說目前來觀察的話 它的整個停工 會對於供應鏈產生很大的影響嗎 這個要看 但是我個人其實比較擔心的是 中國如果未來不消費不出國 這個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那汽車這一塊的話 目前其實是我個人最擔心的 為什麼 中國目前是全世界的 汽車的火車頭 他們中國去年 去年是過去五年來最差的 還賣了2140萬台 去年是五年來最差 還賣了2000多萬台 過去中國汽車一年的一個產銷量 只需要三四百萬台 現在已經落到 一兩千萬台以上 那目前中國也是最多的汽車製造 也是最多的一個汽車銷售 那我們舉吉利汽車來說好了 台灣人對吉利汽車 剛剛世聰說不熟對不對 可是各位曉得 吉利汽車目前已經是 Mobo的一個老闆 他也是德國Mercedes Benz 賓士的第二大股東 所以目前來做觀察的話 先跟各位談就是 其實這一波不管是在於整個武漢 武漢是在中國的話 汽車生產排名第四 晶片生產也排名第四 後來的部分的話一路走 走到了杭州 走到了溫州 杭州跟溫州的部分的話 就影響到民生了 因為溫州很多民生用品 都拉在那個地方 又往北走 目前來看的話又拉到鄭州 一來到鄭州的過程當中 各位就曉得 原來鴻海的股價往下跌 最近都不太會談 可是我們還是要觀察 為什麼 近期來說的話 其實以蘋果銷售的話 蘋果目前製造台灣有三大廠 包括了整個鴻海集團 包括了童子賢 他們家的一個整個景碩集團 還有整個偽創集團 這三家都在做 目前這幾家的個股 都在往下做修正當中 因為大家都如線無理雲煙當中 我們希望能夠趕快開成 訊息部分的話 能夠趕快拉出來 但是現在很消極的過程當中 大家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其實短線先來壓下去 可是我們剛好跟各位談論到 我們認為在整個第二季之後 中國一定會開出 非常強大的刺激消費專案 到時候景氣能夠拉回來 這個要看 但是目前第一季先跟各位報告 就要先忍了 維泰哥你怎麼看這個鄭州的封城 其實剛才兩位專家 都已經提到很多 包括像是產業 或者是包括像是集團 跟企業的一個部分 其實我個人比較關注到 就是育龍集團的一個部分 因為其實育龍 其實他在過去這段期間當中 事實上在國內汽車產業的 大餅當中 他其實那個氛圍是越來越低的 就是他氛圍越來越低 那有一部分原因 其實他是在靠著投資者 東風日產 然後去挹注他的一些 所謂業外的一個收益 如果說這一次 因為鄭州的一個疫情 導致連東風日產 都有受到衝擊的話 可能他的業外的部分 可能也會受到一點點影響 但是如果說 把焦點拉回到台灣來看 事實上在過去台灣的車市 有發生一些很有趣的一個變化 首先就是第一個 就是進口車的一個比例 已經明顯超過了這個國產車 那其實在去年 我們看到像核泰車的一個股價 買一張核泰車的一個股票 等於是買一台這種 國產車的一個價格了 所以它價格飆到六七百塊 這樣子的一個高價 那是誰幫助的 當然就是進口的 例如說Toyota的ROV4 或者是其他的進口的一些車子 包括像Lessus 所以其實在台灣的市場當中 我們的消費者 其實他們有一個很重要的 消費習慣就是 似乎在進口車的認同度 會比國產車還得高 所以其實就像我在上禮拜 我去內湖開會 剛好樓下有一個 Suzuki的一個汽車展場 我去看他們其實 就連Suzuki這種 所謂日系的一個大廠 他們來台灣 基本上也沒有在設 所謂的一個生產跟 看在印度 還有匈牙利 對 他們這次的兩款比較重要的車 基本上都是從這種 歐洲跟日本原裝進口 所以未來在台灣的汽車業當中 事實上國產車的一個狀況 會越來越嚴峻 所以其實我覺得在接下來 包括像育龍或者中華車 這種部分的個股 如果說跌下去 當然變便宜是可能是很好的 承接的一個機會 但是如果說要講到 中長線的發展來看 我個人還是比較屬於保守的看法 對 車市的衝擊可能我們可以持續的在觀察 然後我們插播一個最新消息 公主郵輪發出了聲明稿說 這個對十位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呈現陽性反應的旅客當中 其實包含了九位旅客 兩位來自澳洲 還有三名日本人 以及三名香港人 還有一名美國人 另外一名是這個 菲律賓籍的船員 全數排除這個台灣的旅客確診 好 接著我們來看這個肺炎 也讓大家如臨大敵 像是這個大陸武漢肺炎現在爆發至今已經是50天了 這疫情是全境擴散 就連北京也爆發出了群聚感染 儘管這個火神山醫院火速的完工 但是仍然是不夠用 就在武漢肺炎爆發50天之後 現在大陸解放軍終於來了 今天是運輸隊第一次執行任務 我感覺能為駐地人民解決實際困難 獻出自己一份力量 感到非常的光榮和自豪 130輛軍用卡車260名官兵 載運救援物資送到武漢三鎮各大超市 看到人民子力運來這裡 我們心裡有底了 會感到非常安心 央視一改先前低調態度 高調宣揚解放軍進駐武漢 然而武漢封城12天後 大陸解放軍才首次為武漢肺炎出任務 疫情緊繃時刻 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 也在上週接見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 譚德塞後連續省引6天 按照確診病例的這個病死率來算 截止到昨天晚上的24時 全國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 累計確診病例數是20438人 累計死亡是425人 這般武漢肺炎來勢洶洶 50天來在大陸全境擴散 確診人數已經超過2萬人 致死率是2.1% 而其中武漢市死亡人數313人 佔全國死亡率的74% 致死率是4.9% 是大陸之最 在此同時北京卻爆發了群聚感染 病例以輕症為主 初步判斷這個疫情發生 與個別醫務人員受感染有關 群聚感染也就是所謂的聚集新疫情 指的是14天內小範圍出現2例以上病例 北京出現41起病例數超過120人 是北京212名群聚感染病例中的過半數 為了對抗武漢肺炎 大陸武漢火神山醫院火速完工 3號起會將確診病例轉送到這裡 我們現在的藥房已經具備了 救治肺炎患者的所有的藥品 包括抗感染的藥 抗病毒的藥 這些藥品的話也隨時能夠開箱使用 我們晚上都24小時有人值班 病房裡備妥各種醫療用儀器 每個病房有床還有一個小窗口 方便醫護人員拿取物品 單獨空調消毒設備全部安裝到位 就是他要保證這個房間是個負壓 這個因為裡面是我們的負壓隔離病人 工具不要在外進行擴散 只不過病患者數量實在太多 湖北也直接徵收飯店改造為隔離點 所有來到這個留關點的人員 進門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要進行一個全身的消毒 牙膏 牙刷等用品全經過消毒 同一配送三餐也會定時收垃圾 必須自己早晚量兩次體溫 再用WeChat告知醫護人員 而湖北武漢隔離飯店不止一家 這個隔離點是由一家賓館 臨時改造而成的 它總共是有45間房間可以用來隔離 大陸專家表示 現在是武漢肺炎疫情高峰期 要避免群聚感染就得做好社區防護 這個武漢感染的人數 感染的面都比較廣 所以到了一個高峰的階段 所以現在呢 這個一方面要做好社區的 沒有感染人的防護 還是非常重要 百姓隨處可見工作人員在公車內 車站以及進出閘門仔細消毒 準備收容確診病患的雷神山醫院 也24小時加緊趕工 面對已然失控的疫情 民眾第一藥物還是先求自保 確實做好防疫